這邊直直走到底就會到河岸的碼頭了 你看那個電線桿 走耶 OMG 他們不會走火嗎? 感覺隨時都很危險 所以你說你這14喔? 這7塊 一個是水 一個是可樂不一樣 14塊 7塊14塊 問題是他就不快樂 喝這個才會快樂 快樂水 快樂水 這個是不快樂水 好好好 這樣也是 這樣也行 多一個快樂 多一倍的價錢好嗎? 好啦 我們到碼頭啦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十幾分鐘啦 還好 好吧 這趟路程呢 就是買了一杯法式可樂的過程 不是 K&T gi 都是 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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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1 我們現在已經check out在China Town的飯店了 剛剛那間咖啡店 住起來蠻特別的 蠻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前往Icon山 China Town這邊附近有一個碼頭 可以搭他們免費接駁船過去 從這邊走過去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慢慢逛過去 然後告訴大家怎麼搭免費的接駁船到對岸去 去的Icon山好不好 Go Go 好 我們現在走出來China Town外面這條主線道了 準備走到河濱的碼頭去搭船 跟晚上又不太一樣的感覺 對啊 白天跟晚上的感覺不一樣 糖草栗子 這邊也賣蠻多糖草栗子的 糖草栗子又是糖草栗子耶 第二攤的糖草栗子 第二攤的糖草栗子 而且它的價格也是一百兩百耶 所以應該也是大份小份吧 那差不多啊 台灣也是小份一百兩百啊 可能現在小份是台灣的大份 有可能 遇到看到一個超級大榴槤了 我們剛剛早上去逛的那個菜市場 超級大榴槤 對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那個什麼 欸什麼廟 那個龍聯寺 龍聯寺旁邊的那個市場 對 再看我們上一集影片 這個 真的是很有明後大街的感覺耶 你不覺得 真的 就是像台北的大稻埕 比大稻埕熱鬧我覺得 比大稻埕熱鬧 對耶確實 對啊 這邊京市店蠻多的 對 而且都很大間喔 欸這整條就是糖草的意思是怎樣 對啊 整條都是賣糖草栗子 對啊 糖草栗子一條街 欸這間店是怎樣 那麼多人在買金飾怎樣 沒有看到一堆在買金飾啊 怎麼都在 這麼多人買金飾 這間是比較便宜嘛 很少看到金飾店裡面 那麼多人了 對啊 這邊也是啊你看 好 欸真的耶 所以這個路上 就是糖草栗子跟金飾一條街 對金飾一條街 對金飾一條街 對面也是啊金飾店 對面都是 欸龍鳳大金行 那也是賣金飾的 也是賣金飾的 沒辦法 真的是到處都這種路邊攤耶 對啊 食不清的路邊攤 金飾店 小玩具 小食譜 好像這一條吧要左轉 這一條左轉嗎 對 會不會這種大熱貼 直接做渡渡車比較划算 比較好不會那麼熱 那麼曬 可是其實沒有很遠耶 要十幾分鐘嘛 十幾分鐘而已啊 然後逛個街看一看就到了啊 嗯 好啦 我們要過馬路了 好 第一次看到的紅綠燈 第一次啦 好感動喔 這條街那麼大條 然後走這邊的紅綠燈 可是那邊的路也不輸這個啊 我知道啊 對啊 很多車很可怕耶 雖然說有紅綠燈啊 但是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它上面沒有顯示 可是好像是壞掉啊 怎樣 車子超多的 綠燈了 綠燈了 突然間綠燈 我們第一次過紅綠燈 哇 這裡也很熱鬧耶 對啊 我們等一下這邊直直走到底 就會到河岸的碼頭了 看來前面的遊客 應該是跟我們一樣 有可能喔 對 也是要去搭船的 好 再走個6分鐘就到了 其實很近啦 沒有很遠 喔 你看電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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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這個不會走火嗎 不會啊 跟那個泥波比起來 泥波那邊更可怕 那個比這個更多更粗 對 看那個 感覺到隨時都 就要火災的感覺 感覺隨時都很危險 感覺它是跟我們同路的 應該是要 一樣是要去坐船的 要去搭船的 欸 他們的那個市場好多喔 對啊 還有市場欸 這邊也是市場 這邊也是啊 這邊也是欸 這邊市場怎麼那麼多啊 那好像那個什麼建築物跟建築物中間的巷子都是來當市場 沒錯 逛不完 好 趕快趕快我要找一家7-11 已經快不行了欸是不是 有了啊 欸 走錯了 蛤 在對面啊 哭哭 結果不是在這邊在對面 過來才發現在對面 可是它的車門少快點 對啊 這段路車比較少 趕快趕快 好 在泰國這邊呢 我覺得一個 很大的點就是 在馬路上你可以自由的穿越 對 只要你有辦法穿越的話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對啊 這邊的人其實也 蠻會理讓行人的 他其實好像 我看他們就是只要手舉起來沒有 他們其實就會讓你啊 不會搶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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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輪買杯涼的喔 快受不了了 熱爆 啊 冷氣好涼喔 欸 要不要買個重量杯啊 它是賣奶茶啊 不是賣可樂 奶茶喔 是賣那種 奶類我不喜歡 我要喝可樂 7塊是怎樣 一杯還7塊 對啊 一礦就7塊錢 還要領卡的 那個百事領卡 14塊 還沒有大瓶一點 這好迷你喔 好啦好啦 先買一杯 嗯 沒有大瓶一點嘛 那麼小 對啊 還是要買一瓶大的水9塊 不要啊 太重了 太重了 買一瓶小瓶的水就好了 這個7塊啊 好啊 買啊 昨天買那個大瓶的這個 這個是30塊 機場小瓶30塊 然後外面就是一瓶 就大瓶的30塊 嗯 所以機場的飲料真的是貴了蠻多 貴10塊錢耶 所以記得啊 機場的7-7是比較貴的 好啦 買個飲料喝一下 繼續出發 所以你說你這14喔 嗯 這7塊 這個是水還是可樂不一樣啊 是4塊 7塊是4塊 不一樣啊 那感覺到買水比較划算 廢話 廢話 不廢話 問題是 他就不快樂 喝這個才會快樂 快樂水 好 快樂水 這個是不快樂水 好好好 這樣也是 這樣也行 多一個快樂多一倍的價錢 好嗎 嗯 好吧 今天是錢人姐大家都快樂啊 錢人姐 錢人姐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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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要送我巧克力啊 呵呵呵 自己挑 這邊巧克力你要吃多少 隨便 這邊很涼耶 不想出去 好熱喔 外面好熱喔 喝點飲料吧 喔 舒服 結殼 結殼 太熱了 太熱了 真的太熱了 非常熱 來台灣呢 上面忍得要死 我跟你講 台灣今天就寒牛的來了 台灣今天寒牛的來了 然後我們都會熱到爆 聽說會地溫到8度 對 今天是幾度啊 差20度以上 想說來這邊避個爆 你覺得哇 熱爆 現在聽說還是他們的涼季喔 涼季喔 到時候我們賽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熱到爆 是不是應該會熱到爆吧 會熱到爆炸 好啦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前進囉 出發 就是路上啊 隨便攤子一大堆了 他們都喜歡在七樓擺攤 在台灣的時候已經看不到這種 隨隨便便的路邊 就是有人在賣東西這樣 喔 台券耶 台券要買一張 刮到中了 你也不會對啊 買了也不知道怎麼對 中獎 你是刮到有嗎 中獎之後就留在這裡不回去了 你不用中獎就可以留在這裡了 真的嗎 對 可以來這裡退休了你知道嗎 好 我們可以來這裡退休了 好 我們終於走到碼頭了 走到碼頭了耶 YA 要去看一下那個免費的船怎麼搭 那這家在賣什麼 炸的 炸物 唉唷 那個 很像蝦餅的東西 好啦 我們到碼頭啦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嗯 十幾分鐘啦 還好 好吧 這趟路程呢 就是買了一杯 反式可餓的過程 不是 哈哈 好 好